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篇于杰先生的文章 今生不做中国人 当然了 这个是不是于杰先生写的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是一位叫 新冠肺炎与于汉批示实验室无关 这样的一个网民的朋友啊 这个贴到我的这个网上来的 作为一个留言贴的 于杰是谁 其实我也不知道啊 这名字是听说过 所以呢 可能就是个知识分子吧 就是说于杰先生应该是个知识分子啊 那么这个文章是不是他的 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如果不是他的话 那我在这里先表示歉意啊 我只是根据这位朋友 他贴的 用他的名义贴的这个文章啊 那个来分析 以及做出我的这个评价 OK 于杰今世不做中国人 无鬼乱华 暴君 贪官 奸商 文匹 渔民 OK 黑五类啊 就是讲的黑五类 中国就是无鬼啊 这个黑五类 他这么说的啊 我的批判跟别人的批判 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我认为中共跟中国是一体的 中共政权与中国文化是一体的 脏水里没有纯洁的婴儿 脏水全部都得到处去 道得干干净净啊 这里面有两个内容 第一 就说他说他认为他这个跟别人的批判啊 不同啊 我觉得他这不是在批判呢 他是在歌颂嘛 我认为中共跟中国是一体的 中共政权跟中国文化是一体的 这不正是中国共产党讲的话吗 这不正是中国共产党说 我们是来自中国人民 我们跟中国人民是一体的嘛 我们是代表中国的文化嘛 这是江泽民讲的话嘛 怎么叫批判呢 啊 那个 这些民运分子 这些法轮功的 这些反共产党的这些人 是要把中国人民跟中国共产党区别开来 要区别对待 尤其那个叫 前这个国务卿蓬佩尔 反复讲啊 中国人民是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 而当时我在这个台湾写了一篇文章啊 我就讲这个中国共产党 其实是中国人民的精英分子啊 他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 所以不能把这个共产党跟人民分开 结果呢 还在台湾给人臭骂 说我是大外宣 说我是统战 说我是这个 为中共怎么怎么样 那么余杰先生跟我讲的 跟中共讲的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我觉得余杰先生的头一句话 他完完全全不是在批判 而是大外宣 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说法跟共产党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他认为中共跟中国是一体的 中共政权跟中国文化是一体的 OK 这是我的看法 他不是在批判 下面讲的就比较这个 恶毒了啊 应该说是啊 张水中没有纯寂的阴冷 就是说所有中国的啊 都是坏孩子 都是和狼儿长大的啊 张水里全部都要倒出去啊 全部要倒出去 要倒得干干净净 一个不顺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不知道跟希特勒有什么区别了 那么希特勒认为这个 犹太人都是脏的 都要倒出去 要倒得干干净净 一个不顺啊 那么就是说前面啊 他把共产党跟中国人民 说的是一样的啊 他们都是一样的东西 那么他们全是脏的 全部要倒出去 所以全中国人民啊 全部都要倒出去 OK 那么他下面就讲了 我的写作从来不以赢得 大多数中国人认同为目的 如果中国人将我当作敌人 恨不得使我之肉 情我之皮 这就表明我戳到了他们的疼处 OK 这里呢 如果这是于杰先生写的文章的话 我真的就是要 跟于杰先生说一句啊 您太这个奉仇自己了 过于奉仇自己啊 你没那么伟大啊 就是说你写作是你写作啊 不一定人人都有兴趣看 所以呢 就是说你写作不可能赢得 大多数人的认同 对不对 没有人会认同你啊 你就写你的啊 我这要不是别人贴到我的网上 我也不会去找他看啊 这个文人啊 就是说不要以为自己 他有什么了不起啊 还有他说啊 如果中国人将我当作敌人 恨不得使我之肉 亲我之皮啊 那就是中国人所有的人了 那就包括民运 包括法轮功了 所以他这个讲的还不是说 这个中国里面的好人 坏人 中国里面的 这个这个共产党 还是反共的啊 还是民 他是讲中国人 这个人种 OK 中国人这个人种 就包括了所有的人 包括民运也好 包括法轮功也好 包括所有反对共产党的人 所有这些人 所以呢 我觉得你这个打击面 就是说太大的一点啊 你这个恨的就是有点 叫什么 讨厌和善 恨其家杀 有点那样的啊 好 往下面讲吧 我毫不掩饰地指出 无鬼乱华的真相 呃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归于 这个暴君 贪官 奸商 文匹和渔民 这五类的鬼 这五种鬼啊 彼此伤害 又互相融合 已经弄不清 谁是加害者 谁是受害者 他们五味一体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共同打造了 这个坚不可摧 固肉菌汤的 动物龙庄 十三亿人 在其中 翩翩其武 自得其乐 外面的人 不能进去 既然是这么一个动物园 外面的人要进去干嘛 你自己是中国人 你都不想当中国人了 你都不要做中国人了 你还担心别人 进去干嘛呢 对吧 如果说十四亿人 十三亿人 能够在里面 牵牵牵牵牵 自行其乐 那有什么不好呢 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嘛 这个一个国家的目的 就是要让自己的人民 在里面 骗牵牵牵牵 自得其乐嘛 那么中国管理的很好嘛 他们已经都 五味为一体了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那就是共产党 就是代表 全中国人民了 那你还是在讲 江泽民这一套嘛 对吧 江泽民 这个三个代表 全都代表了啊 既然全中国 都是鬼的话 也是一个鬼的国家 那有什么 好说的呢 对吧 所以说任何东西 都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 一个民族中间 如果里面有一部分人啊 这个非常热闹啊 讲话声音很大 那是他们不好 如果全部 所有的人都这样的话 那就是一种文化了 是吧 如果全中国 是三亿都是鬼的话 那中国就是一个 鬼的国家 那么 那么反过头 这些鬼要问你呢 你是个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我们都是鬼 是三亿鬼 那你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变成这样的 就是说 多数跟一个少数的问题啊 多数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这也是民族 也是这样嘛 多数是这样的话呢 那就是为套一族 比如说我们人 都是长这个样子啊 突然来一个 长得满脸是毛的 就觉得他不同啊 那么就是说 于杰先生可能就是一个 长得满脸是毛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啊 跟我们不同嘛 那么这个文章 下面就开始分析 这个五层鬼 是哪些鬼啊 第一层 金字塔 最上层的鬼是暴君啊 就讲的是这个是 习近平呢 是胡锦涛呢 是江泽民这些人啊 那么第二层呢 就是贪官啊 就是党内的贪官呢 那么第三层呢 就是这个奸商啊 做生意的 像马云他们这些人 第四层呢 就是文匹啊 像胡锡进啊 像这个大学里面的教授啊 这些人啊 最下面一层呢 就是渔民 是义和团呢 小孔坟呢 红卫兵啊 就是这样的啊 那么他就讲了 中国是个僵尸国度 中国是病毒危害世界 在中国啊 邪恶不单单是共产党 共产党刚刚建党 只有五十多个人 今天党员的人数 最多时也不超过八千万 最多时也不超过八千万 从来不占中国人口的多数 若多数中国人都挺身而出 反对共产党 中国早就剿毁成功了 中共能稳固的统治中国至今 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 共产党有足够的群众基础 在中国若说共产党是绑毁 大多数中国人是人质 那么当了七十年的人之后 谁又不是斯特戈尔摩综合症患者啊 下面下面还是什么 一具僵尸病毒啊 再孝顺无稽的蔓延啊 这个僵尸这个什么 讲了一大通啊 我就是想问问 于杰先生 你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你到底要什么 这是我最大的疑问啊 就是云运也好 法轮功也好 于杰先生也好 你们把共产党把中国人 骂得一千不值 把这个国家把这个文化 骂得一千不值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要什么 这是最大的问题啊 你民运也好 法轮功也好 于杰先生也好 你能不能说出一个 展现一个 你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你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 你将把中国人民改造成一个 什么样的人民 你拿出一个样子呢 就是说 光骂别人是鬼 别人是这个僵尸 那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 你能不能展现给我们看一看 让我们看到 哦 原来你不是僵尸 你不是鬼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我们都想完 都向你学习 能不能这样呢 最后他的结论就是 我不是中国人 我不想当垃圾 那么我就是最后想问问 于杰先生啊 你是哪里人 你想当什么 OK 就是说 你所有的文章 你就是把别人骂了一通 把别人扁一通 把人家怎么凑一通以后啊 全中国都是垃圾 通通的丝拉丝拉的啊 这个比希特勒还厉害啊 一四三亿人 全部要丝拉丝拉的 全部要倒的 倒的干干净净啊 对吧 没一个好东西的话 那么你自己是哪里人 虽然你是用中文在说话 你不想当垃圾 那你想当什么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是哪里人 你想当什么 OK 你像九哥的话啊 九哥不想当中国人的话 不需要声明的 不需要去写文章 对不对 不需要那么气愤 对吧 悄悄的 也不需要理由嘛 就悄悄的走了 不做中国人不就完了嘛 对吧 我何必要写一篇文章 把别人臭骂一通呢 对吧 而相反啊 写这样的文章 把别人臭骂一通的 这个理由 就是恨在自己 不做中国人还不行 不做垃圾还不行 OK 就是因为自己已经认识到 自己不得不是中国人 不是中国人还不行 还不是一般的中国人 是中国人中间的垃圾 最最垃圾的那一类 OK 这才是他为什么 要写这么一篇文章 把自己啊 把这个民族啊 整个从头到尾 从习近平到老百姓 全部骂一通的理由 这个我觉得啊 这个全世界都不缺 这个廉价的批评者 把别人说一通 那好容易的 你跟打球一样啊 这个球赛啊 那这个 所有的观众那都是专家 那讲起来 人人都有一套 那你去打一打 你能打吗 就是这个问题 对吧 你不行 你说我不行 你来 对不对 就这么个问题吗 你说共产党不行 你来 对吧 谁能取代共产党 现在在全世界 有任何一股政治力量 能够取代共产党吗 OK 你说全中国是三亿人民啊 都是垃圾 都要撕拉撕拉的 那么你告诉我 在全世界有哪一些人民 他们比中国人民好 他们可以取代中国人民 可以移民到中国这块土地 把中国搞得比现在的中国更加好 给个例子给我听 OK 我在这里 向全世界的华人 世界上的任何人 我在这里challenge 我在这里向你们挑战 你们告诉我 全世界有哪一个人种 有哪些人民 可以取代中国人 到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去 建一个国家以后 干的比中国现在还要好 你来告诉我 OK 这样行不行啊 我们不止 我们不仅仅讲余杰先生 我把这个问题 跑向全世界 所有的人类 所有的鬼类 所有的狗类 OK 所有的动物类 OK 所有的植物类 全世界 所有的生物 动物啊 有什么一个种类 可以移居到中国 把中国人民全部消灭掉 有一个什么样的种类 可以把中国人 全部撕拉撕拉以后 取代中国 到中国就建立一个 这么大的国家 建设的像今天的中国一样 OK 请大家给我一个回答 谢谢大家 最后我再声明啊 我并不知道这篇文章 是不是余杰先生的文章 如果这篇文章 真的是余杰先生 本人的大作的话 请允许我在这里 对余杰先生 这篇文章表示蔑视 OK 因为这是一篇 我所看过的所有的 最最垃圾的文章之一 如果不是唯一的话 OK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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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